歡迎觀眾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國際PLUS 三千球 我是節目主持人譚一倫 好 我們依舊要帶大家來掌握烏二戰爭的情勢喔 那今天跟我對談的我趕緊來介紹是記者蘇一歡 一歡好 一倫好 大家好 我是一歡 好 我們大家之前都比較著重在這瓦格納叛變的一些新聞上面 不過其實在烏勒二藍境內還有一些危機喔 所以要請一歡幫大家分析 沒有錯 其實最近啊 大家有在關注烏二戰爭都知道 其實札波羅勒這邊的核電廠 他們其實從這個2022年2月的時候 就被這個俄軍佔領 一直到現在都是持續被俄軍佔領當中 不過最近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 他就發出一個警告 他說他們面對了嚴重的威脅喔 怎麼說 我們先從這個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這邊來看 他們最近已經進行兩天的演習 是要來模擬這個核電廠 如果真的被攻擊了之後 他們要怎麼做這個緊急應變的措施 為什麼他們會突然覺得說 他們這個核電廠會遭受到攻擊呢 這就是因為說啊這個澤倫斯基他指控 他說其實俄羅斯已經完成 引爆這個核電廠的技術準備了 然後他就害怕說 如果真的引爆這個核電廠之後 恐怕會導致這個輻射外洩 甚至這個先前烏克蘭的情報部門啊 他們還有表示說 其實俄軍在這個核電廠裡頭 已經架設了相當多的地雷了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的狀況 所以讓這個烏克蘭這邊 他們其實相當的緊張嘛 那對此這個俄羅斯 他們駐這個聯合國大使 他就發表這個聲明 他對於這個澤倫斯基這邊指控 他說烏克蘭的說辭簡直荒謬 等於說他們不承認說 他們在裡頭有做這些部署 甚至說要來引爆這樣子 對 但如果真的如澤倫斯基所感覺到 或是情報所了解的話 真的就是俄羅斯跟烏克蘭 要有一個玉石聚焚的狀況 因為他們俄羅斯 應該也會受到一些影響跟波及 好 那當然我們還要再看到說 現在瓦格納兵變 因為那個現在普里格金 已經說到這個白鱷了嘛 但是很多的消息都還不是很確定 甚至還有人說在這個聖彼得堡 看到了普里格金 所以這個消息是滿天飛 但唯一能夠確定的 似乎就是普清現在的政權 有一點點的動搖 好 那當然我們看到了 這個澤倫斯基他有講說 欸 普里格金的兵變行為 其實對烏克蘭的反攻 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需要利用這個狀況 來將敵人趕出烏克蘭的土地 說的當然就是俄羅斯的軍隊 好 但是他也很明顯的講說 其實這個反攻不會很快的完成 因為這片的土地上布滿了地雷 所以只要每一公尺的反攻 都會付出生命作為代價 那他當然說我們是人權主義的國家 人道主義的國家 所以我們是在不犧牲平民 跟這個百姓的生命安全之前 我們要做一些反攻的行為 但是真的看起來 這個烏俄戰爭還會持續打下去 原本我還以為說 欸 普里格金兵變反叛之後 是不是有一點點的 停戰的曙光 對 但是現在看起來 恐怕又不是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烏克蘭的首都基佛 又遭到了襲擊 在夜間遭到俄羅斯的無人機轟炸 這次相隔12天以來 俄軍的武力再次瞄準了基佛 基佛週日深夜又響起空襲警報 緊接著空中出現一團墜落火球 疑似烏克蘭防空系統發揮功效 摧毀敵軍派來的攻擊無人機 另外還有三枚的口徑巡弋飛彈 根據地方官員表示沒有人員傷亡 但至少有三棟房屋遭到波及受損 針對瓦格納傭兵集團兵變效應 美國中情局局長分析認為 俄羅斯總統普京全力遭到侵蝕 儘管伯恩斯重申美國沒干預俄羅斯內政 但確實這波亂象也為美國帶來優勢 因為日前傳出他們才積極招募 董俄羅斯財經網路專家作為間諜 美國總統拜登預計本月將出訪歐洲 先到英國再參加北約和北歐合會 屆時也會討論到烏克蘭加入北約 抵抗俄羅斯入侵等相關議題 我們剛剛看到了烏俄戰爭 現在還是在基輔是有一些襲擊的 但我們剛剛前面的時候 又講到了瓦格納叛變 我們原本以為會有停戰曙光 結果其實不然 好 但是普里格金跟普清之間的矛盾 我覺得已經浮上檯面了 好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說 瓦格納集團到底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存在 它在2014年的時候成立了 如果你對烏俄戰爭的這個時序蠻瞭解 你就知道這個是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那一年 所以大家就說很明顯就是應對烏克蘭而成立的 好 那為什麼呢 成立這個組織不需要交代善亡 只要付錢辦事就好 因為俄羅斯好歹也是個泱泱大國 也會加入一些國際組織 所以這些國際組織有沒有可能對俄羅斯說 你怎麼去俄軍是侵犯別人 有一些暴力的行為沒有人道主義 但是如果用了一個瓦格納集團 它就可以避免很多的問題 所以它會替俄羅斯執行一些不方便出面的外交任務 例如在利比亞敘利亞的一些插手的內戰行為 可能就是類似的這種 那他們甚至版圖還擴張到非洲跟中東 我們在前幾集的這個節目上也曾經講過 因為當地內亂很嚴重 然後可是他們又有黃金鑽石 所以瓦格納有時候就會把這些東西搬回俄羅斯 這當然都是俄羅斯很重要的金錢來源 好 那這兩個人現在看起來 我真的是不知道是不是一種撕破臉的狀態 但是普欽現在沒有說要殺了普里格金 但美國專家蠻多認為說普欽只是在醞釀而已 因為這個他不能容許人家背叛他嘛 那普里格金到底對於普欽來說是怎麼樣的存在呢 第一方面有可能是看中瓦格納在中東跟非洲的影響力 如果把他殺了是不是接下來這些後援啊 黃金這個鑽石都沒有辦法從這個非洲跟中東運到俄羅斯 那還有一些利用價值是不是所以等待時機再來算賬呢 那甚至有傭兵納入這個俄羅斯的軍隊裡頭 是不是也會失去一些獎金激勵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現在他們兩個的矛盾情緒真的還蠻多的 就像是想要殺掉這個人可是又覺得沒有辦法 因為他實在也掌控了太多的這個勢力 所以現在看起來瓦格納雖然已經忠誠不在 但是普欽也有一點拿他沒折 對 那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說其實在這個瓦格納集團叛變了之後啊 可以說其實對俄羅斯來講 他們在這場戰局上又變得是更加的辛苦了 那其實最近這個烏克蘭這邊呢 他們有趁這個機會在這個巴赫姆特地區持續做這個反攻哦 不過先前美國他們有表示說 就是針對這個瓦格納叛變這邊 大家都想說 那個美軍這邊會不會介入來處理甚至來調停之類的 那對此這個美國航門這邊是有表示說 沒有干涉瓦格納叛變的 那我們就來看到其實在7月1號的時候 當時候瓦格納叛變24小時落幕 那這個CIA的局長 他就打電話給俄羅斯情報局長 他講了什麼呢 他說我們保證美國沒有參與其中 而且這個是俄羅斯的內政問題 那其實當時這兩人這個通話啊 其實是美俄最高級別的接觸 所以當時這通通話其實也引起外界不少人討論 覺得說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那事後這個美國的這個軍事首長密利 他也有提到 他說啊 烏克蘭反攻現在有感覺有慢慢放緩了 那最少估計大概10周左右的時間 那他說目前的戰事啊 恐怕會變得更困難以及更血腥 等於說10周大概是快3個月左右 對 所以等於說其實美國他們現在也是 他們是講法是說他們對於這個瓦格納 叛變他們沒有去干涉嘛 那他們覺得 烏軍跟俄軍你們就繼續打 我們也沒有要來做這個其他的干涉 那目前這個俄羅斯他們這邊也擬定了相關法令 他們是擬定什麼呢 他們說這個高官家卷去這個不友好國家 他們是禁止的這樣子 對 所以像烏軍現在在巴赫姆特是不是有說反攻 對沒有錯 其實最近烏軍他們這邊這幾天啊 在這個巴赫姆特的南北兩路發動攻擊 那最近這個武漢這邊還有釋出這個最新的戰場上的影片喔 這影片呢就是宣稱他們利用這個破擊炮 以及這個榴彈炮的攻勢要來消滅俄羅斯的步軍 巴赫姆特戰場炮彈聲響不停 射擊 這裡就是烏軍東部反攻戰線最激烈交火區之一 烏克蘭士兵從南北兩路想拿回巴赫姆特 不只巴赫姆特往南走馬林卡也是交戰熱點 俄烏兩軍一天炮彈互射15回大部分都在這兩個地方 因此烏克蘭士兵們根本沒有喘息空間 俄軍炮彈超近距離差一點就砸中 每天都有烏克蘭傷兵後送到野戰醫院 烏克蘭並沒有公布傷亡人數到底多少 不過美國評估大反攻其實是一場血戰 烏軍付出不小的代價才能慢慢收復尸土 500m每天 1000m每天 2000m每天 2000m每天那類的事情 慢的進步是很順暢的 那是發生的 但是是發生的發生比電腦更慢的 或是其他人說的 是的 利利評估反攻至少持續6到10個星期 根據華盛頓郵報揭露 烏克蘭已經向美國CIA局長報告他們接下來實成的評估 希望年底多回二戰區 並開始和莫斯科談停火協議 特別新聞 綜合報導 好 我們知道法國是一個浪漫的城市 有花都 巴黎這邊 但是最近這個不平靜 而且有點變調了 怎麼回事呢 我們來看法國從6月30號開始 他們就已經有在逮捕人了 你看從1300人逮捕 7月1號之後是719人 他們因為連續暴動了多日 所以警方不得不趕快出來平亂 好 那這件事情大家好奇說 發生什麼事情 這其實是有點社會的案件 就是一名非裔的法籍 17歲的青少年 他在6月27號的時候 在巴黎市郊拒絕警察 攔檢之後逃逸 但是他被警察射殺了 那這是不是又演變成 是不是有點種族歧視 執法過擋的問題沒有錯 所以在法國這邊好多人覺得 警察你太過分了吧 所以就開始暴動 好 那這個已經有點影響到 一般平民的生活了 所以後來這個少年的外婆 也站出來 她用這個電視訪問的時候 她就說大家冷靜啊 你不要再以我的孫子為藉口 再摧毀商店 公車還有校園 所以可見這個暴動的狀況 是非常嚴重 而且激烈的 好 那法國總統馬克宏 他也鎮守國內 為什麼說鎮守國內呢 因為他原本要到德國 來進行國式訪問 但國內都這樣誰敢出去啊 對不對 所以他們也呼籲 因為大多這次暴動的人 都說是青少年比較多 所以馬克宏還有講一句話說 希望大家這個青少年 都待在家裡 不要外出 他們也認為可能有些社群上面的 一些貼文煽動了大家的情緒 好 那這個暴動 其實還有一個蠻嚴重的狀況 就是巴黎南方的一個市政 叫做拉伊萊羅斯 有暴徒開車 衝進了這裡市長的關底 而且還導致了 市長夫人跟他的小朋友受傷 法國的暴亂之火炎 燒到第五個晚上 巴黎 馬賽跟第五大臣尼斯 都陷入混亂 警方拖出燒到焦黑的轎車 首都巴黎附近的 拉伊羅萊斯這間房子遭人 開車衝撞引發大火 不過這棟房子竟然就是 當地市長的家 市長本人因為作證市政廳逃過一劫 但是他的夫人跟小孩 都在攻擊中掛彩 讓他氣得大罵 示威者是蓄意謀殺 只是類似這樣的攻擊事件 讓法國輿論風向奏變 就連事件的導火線 遭警方槍殺的十七歲少年 他的外婆也跳出來說 抗議民眾真的玩太過火了 法國警方在週六 逮捕了七百一十九人 和前幾天相比 確實少了很多 只是現在放暑假 各大城市都擠滿了觀光客 所以讓法國警方不敢鬆懈 出動四點五萬警力為安 只是希望示威之火 不要危害他們的國際形象 T.V先生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